那個時候因為他是研二嘛,我研一 然後我跟他借筆記嘛 那就展開了一個開始 那因為研二畢業完他就回泰國 回泰國工作 那他本身出國前他就是等於是證券公司的研究員嘛 然後當時泰國在金融海嘯前大概1995到1996 剛好也是股市創新高最熱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他回去一年的過程裡面 他有大概了解我個人的意向嘛 是留在美國工作還是回台灣 那因為那時候兩人交往嘛 那他們他當時也沒有打算立刻到美國來 因為我還在讀書嘛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想法說要不要到泰國的金融市場去試試看 然後後來大概就是慢慢的工作生活都穩定下來 所以當時才在泰國結的婚 只是說因為剛好結婚的那個前後 遇到金融海嘯1998年 我就泰豬貶值 所以那個時候才考慮說那 雖然還是可以留下來 但是畢竟那個當下 泰國的金融市場的氛圍不是太好 所以那個時候才決定看看是不是先回到台灣來 畢竟泰國 我在我認識我太太之前 我是沒有去過的 那我一去了泰國 等於就立刻要在那邊生活工作 然後立刻要安定下來 那泰國的一些 不管是這個生活的方式或者飲食文化 各方面都還是跟我過去熟悉的台灣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是很快的我就希望能夠去試著接納這個文化 因為所謂既來之則安之嘛 反正已經來了 與其你整天抱怨然後吵著要離開 然後很多事情鬧情緒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太太那時候對我是非常有耐心的 她真的是敞開心胸接納 她等於是可能比台灣人還要台灣的泰國人 那這一點也是隨著時間 所以我現在問她說 如果你有機會再回去 也許我們也可以考慮 那孩子讀書反正就回去 我也覺得讀一讀中文 孩子可以回去讀泰文 我只是尊重她的意見 但她的答覆竟然跟我講說 她寧願繼續站在台灣